哎,没事,不点,开始啊 大家好,我是老白 我们这期决定水一期 不是不是不是,平了平了 我们进行认真的拍一期啊 是什么内容呢,这不到年底了嘛 按照惯例啊,咱们把今年记载一年的 大家共同感兴趣的问题啊 今天有个主持人拿着 他会替大家采访一下老白 而且今天我们请到这位重量级的嘉宾 就是我的孪生弟弟,大白 有请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更好,更好,更好 大家好,大家好 自我介绍 大家好,我是大白 然后今天很高兴到这儿呢 还替大家问我一些问题 然后问题都拿来了,在这儿呢 这里边得报一个惊天秘密 其实以前时候行不行 是我们两个一起给大家录的 他没时间我去,我没时间他去这样 大家猜得出来,乃琪是他演的 乃琪是我演的吗 肯定分得出来 肯定分得出来,是吧 我都分得出来 咋的,你问你的 我边吃边喝 然后边回答 你也喝着 谢谢 我也喝着 那我开始问了啊 老白拍了那么多期 有没有遇到过老板不让拍 感人的 你去的我去的 我去的我去的 然后老板是不让拍 我们就买出来以后说的 这很正常吧 人不让拍也很正常 多少粉色时候会女装 不会吧 不会吧 不会真的有人想看吧 这条视频 单平台播放 200万以上 博定女装 从拍视频到现在 丰满了多少斤 至少20斤 我记得我最轻的时候160 现在的小200了 来后期老师给我们上张照片 脖子痒的时候 不会挠到脸吗 咱就演一个 这挠也是基本上挠脑勺是吧 降西血鬼无从下口 下一个问题 如果你们回到湛江 会去哪里吃什么东西呢 鲜妙烧鸡 老白考虑来降西吗 存在感最低的省份 江西我去过南昌 我还比较喜欢江西 可以去可以去 出彩子的地方 如果在一座孤党上 只能有一道菜无限供应 老白要什么菜 打卤面 最爱吃的食物就是打卤面 比如肘子什么 吃两顿也就腻了 我还以为他会选自助餐呢 下一个问题 老白对北上广深的美食有所感想 总不会全是连锁店吧 我试试答一下 北京现在有点像移民城市了 就是大部分是外地的朋友在经营 他们在制作过去所谓的老北京那些美食 就很多传统现在基本的丢得差不多了 上海继承的算比较好 因为上海人这本身自个能继承和发挥 它得益于周边美食比较厉害 苏帮菜啊 航帮菜这些 上海还可以 然后深圳呢 就典型的移民城市吧 就像您说的联锁店那种的 新兴的网红的餐饮多一点 广州不一样 广州真不一样 就是整个粤菜在几大菜系之中 都是比较坚挺的 而且广州是整个粤菜的 可能是排行第一的一个代表性城市 所以广州在这点里面做的特别好 就想问您是如何保持身材 一直吃就能保持身材 保持身材 下一个下一个下一个 老白从事自媒体多久了啊 据说您之前说相声的 我最近也在找工作 但是一直没找着合适的很迷茫 我喜欢相声的时候相声很没落的 就是基本上指他吃吃不饱的 所以也从来没动过念头说 完全下海 然后专业干相声来挣钱 虽然说现在大家知道 德云社混的不错 但呢也只有德云社 对于这个新进职场的建议谈不到 当年搜狐的一个高管 他对年轻人择业 有一个自认为特别好的一个解答 答意就是说 呃一个年轻人走入社会呢 他职业规划应该有三个阶段 第一就是为了生生存 养家糊口找一份不得已而从治的工作 第二阶段是说 找一份愿意投入自己热情 然后自己能力也可以胜任的 然后并且对方也对你认可 这样一份工作 第三个阶段就是为梦想做一些事情 大概分这三个阶段吧 供这位朋友参考 北京有几套房子 一套 炭火火锅和天然气火锅味道一不一样 火锅盲测没啥意义啊 你想说炭和这个天然气让我盲测 盲上眼睛闻 那估计就是咱最后一期了 老白有没有参演老夫子真人版电影的计划 我是没问题 现在就不知道自方和导演怎么想啊 你们找个导演催催她什么的 想问老白平时和老婆吵架 家里钱谁管 会经常帮丈母娘家干活吗 吵架吵肯定吵 蔡蔡是一个特别好的姑娘 我们俩吵完就完 直到那个事没发生过 她管工款 然后我的工资不用交给她 基本上是我自个儿支配 每次回湛江的时候 干一些农活 一年就一次 下一个问题 我想问问老白 来过河北吗 河北经常去 最近好像据说 那边现在疫情有反复 这位河北的小朋友 还有你身边的亲近朋友啊 同学同事啊 一定要注意安全 一定要注意安全 因为现在大部分的网友问 老白什么时候来我家乡 我们土一对外 官方回答是都会去 但是能把当地的美食 我们能做策划 能做出来 多谢多谢 再一个问题就比较走心了 过了这么多年 回想当初有什么感慨 老陆老陆老陆 特别后悔当年没买这个QQ的股票 或者当年马化腾卖QQ的时候 我给他买了就好了 然后正要赶上那个时候了 那会儿也有那么些钱 然后很多事都挺遗憾的吧 感慨嘛 就是说如果要是早 像今天这么了解自媒体 动手的时候就能更有针对性 更有目的性 就不会混得像今天这么惨了 这点播放量也没人点赞 反正不好干 也不是特别后悔当年的选择 因为想了想 这可能就是最好的选择 也没有什么其他更好 你说让我干嘛 跳剑北操去 跳霹雳舞去 咱也干不了那个活儿吧 所以发生了就是最好的 就基本就这样了 感慨 以上就是本期这个读评论的全部问题了 所有被我们选中问题的小伙伴 您对我的回答还满意吗 如果不满意的话 这是我个人水平问题啊 还有您批评 然后所有没选中问题的小伙伴 也不要着急啊 如果您有特别想问 特别想知道的事儿 也欢迎您评论呢 或者弹幕呢发出来 然后我们小编看到的 没准就把它抽出来了 咱们下次或者不定期 举办各种形式的大议会 然后会把您的问题加进去的 然后有喜欢我弟弟的 也可以顺便留言一下 基本这期就是这样 世界很复杂 至少在读评论的时候 我俩不会说好 拜拜 拜拜